8月9日,湖南网友爆料,指一名幼儿园女老师疑似。 鬼学生爸爸,被原配抓到后游街示众,随后女老被迫发朋友圈道歉。 涉事幼儿园指该老师一词,并且已报警。 影片显示,绑马尾的女教师被扯着发走,拍片女子边走边说, 大家看呀,是小三,她跟老公在我的新房里面,被我抓到现行,她是我女的班主任。 网传学生妈妈在群聊自白,表示于老结婚十年,生了三个孩子,大儿子脑瘫,这位老师都知。 前阵子家翁中风,她天天到医院伺候,没想到老却趁这段时间与老师鬼混, 带她去开房,买吃的,是幼儿园工作人员回应传媒查询, 指甲长除了,她游街还打人。 这名老师也被逼在朋友圈发文,欠。 校方表示这名教师已离职,并报警处理。 星岛跳U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更新,浏览更精彩,容。